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雷战与地道战 在国产经典战争影片里 有两部片子定位非常特殊 八一电影制片场设置的时候 是把它们作为军事教学片来设置的 可是亿万观众观看这两部片子的时候 是把它们作为优秀的故事片来看待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两部经典影片 地雷战和地道战 拍摄这两部片子是总参谋部交给八一场的军事教育片的任务 所以军事任务它是 说起来八一场成立的时候就叫军事教育电影制片长 后来才逐步增加了故事片 纪录片这些片种 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电影制片长 所以这两部片子应该说创造了一个新的电影样式 就是故事片样式的军事教育纪录片 这个恐怕也是世界上少有的 为什么当时要拍这样的军事教育片呢 我想和当时我国家的安全形势很有关系 因为当时六十年代 我们周边的安全形势还是非常的严峻的 和苏联已经是闹翻了 美国又是胡说八道 要撤动蒋介石反攻大陆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处于一种全民皆兵的状态 所以要训练民兵 就搞一些片子 都是推广开来 教大家怎么样去对付侵略者 所以这两部片子 我想也是应运而生 电影《地雷战》于1962年上 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 焦东根据地民丁用土制地雷 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日军为对付地雷阵 搬来工兵破解无拘 明明的及时吸取经验教学 不断地改进地雷技术 使敌人无招应论 并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配合下 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全今入戚之敌 咱们现在一边看几十年前的影片 觉得那些手法非常土 但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用地雷应该说是一个先进的一个科技武器 就当时的高科技 那是绝对的高科技 我知道有一个事迹就是 集中军区的供给部长叫熊大正 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这个熊大正在清华上学的时候 就是中国第一个红外线摄影的发明人 他照了第一张红外线照片 他这一批人抗日战争 就投奔了集中根据地 到了那以后 发现八路军武器装备不行 他们开始研究地雷战 一帮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燕京大学的各个大学的都去 组织了一个叫技术研究社 专门研究炸药 研究地雷 甚至造出了子弹的敌火 所以你说能说这完全是土的吗 这应该说是土洋结合 但是关键是就是 我们当时确实运用这么一批高技术人才 当年的高技术 但是要把技术推广到村庄 这些民兵甚至是目不识丁的 你要跟他讲原理 恐怕他听不明白 你说地雷活跃爆炸原理 那么怎么去把他们交汇了 就整个制作地雷的程序 是不是相对来说应该简单一点 可能比 就是一般人我不动原理 但是我也能造出地雷 应该属于这种状况 因为这个地雷战 原来也不叫地雷战 当时呢叫做爆炸运动 因为这个 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后 它基本上是占据了 我们是华北 华东的一些大中城市 但是广大的农村地区 还是被我们控制着 那么控制着我们就不断地要进行 这个反侵略 是吧 袭击 骚扰 这个住在城市里面的日军 那么日军就反过来 日美军反过来进行扫荡 那么怎么防御 就搞这种爆炸运动 那么在这个 1940年的春天 河北安国的这个民兵 在一次反扫荡的过程中呢 就把两颗手榴弹呢 插在埋在这个 这个道路上面 然后引爆 一下子炸死了日美军 这就引发了当时 人民群众的这种 这个爆炸运动的开始 大家一看 哎呦 这个东西好啊 啊 用手榴弹这么简单 是吧 只要能产生爆炸效果 是吧 又又又 又这个方便 这个取材也很好 然后一下子 退而广之 再加上军区的 这样的主动的去领导 去广泛的推广 所以这个地雷战啊 就迅速的 在敌后就开展起来了 初期地雷的成功实践 鼓舞了民兵们的套路斗志 地雷战很快成功的用到 反扫盪中 因为当时中国的抗战 民兵也是一支重要的一名 由于当时民兵武器装备极长 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枪支 容易制造的地雷 自然就成了民兵 打击日军的主要武器 而且地雷是非接触作战 具有较强的杀伤力 在这种条件下 一些根据地 开始了地雷的严制和大规模应用 电影地雷战 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当时你说拍这个地雷战 这个电影 有一个军事顾问 他就是工程兵的副司令 他当时就在集中军区 他就是搞工兵出身的 所以就咱们用这个工兵力量 工兵技术就很快把这个群众 这个发明创造 和这个军事作战这些专业 就结合起来了 当时他们就大力搞这个推广 当时是搞什么铸铁的地雷 什么那个淘气的地雷 用各种办法 石头都出来了 比如说有石垒 但是实际上有些时候 这土东西它发挥的作用 是一些先进的 洋地雷 先进地雷达不到的 为什么呢 石头都没法探测 对啊 你一般你看我们在那个地雷战里面 看到这个日军拿了个圈圈 拿个棍子就探测器 实际上它探测了金属 但是你如果买的是石垒的话呢 它就没办法了 你还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你像那个电影里演的什么 猴皮筋雷啊 头发丝雷啊 但是看着可能觉得不可信 实际当时就这么发明啊 你当时王耀南就提出了一个 用那个汽车的那个轮胎 内胎 这个弹性来做地雷 就是一诺就简 想了很多图办法 虽然可以说就是民间有高人 但一方面我们有清华大学的这种高材生 来帮助我们这个抗制武装力量来 研制这个地雷 但是大多数的这个地雷 还是靠广大的民兵 发挥自己的智慧去研制的 你不能说我大老远再请一个人 他毕竟高材生很少嘛 所以很多的这些土雷 那些石雷都是老百姓自己想出来的 想点子 然后经常我们看在电影里面 我们三个人搞一个小组 研制一下 想一想搞什么地雷好 碰头三个臭皮像 顶一个诸葛亮 所以老百姓呢 是智慧无穷的 实际上现在有人怀疑 比如说那个地雷战里面有个经典的评论 渡边去偷地雷 地雷偷回去后才爆炸 说你以前没有定时器 你能发明出这种地雷吗 实际上有些土办法呀 运的好解决的好 确实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现在有些文献就说明 说当时这些明明怎么弄的呢 就把地雷的盖子打开以后 里面呢放上蜡指 蜡指再滴上几滴硫酸 把它埋下了 埋了以后呢 日本鬼子去扫荡了 探测到地雷把它挖出来 挖出来想带回来研究 当你带回来研究的过程 路上颠簸啊 到农村去扫荡嘛 它也没有那么平整的马路 颠簸的过程中 回来流传水就漏出来 流传就漏到下面去了 引爆炸药了 这样就引爆了 也起到了这个延时的作用 你看土办法 它也能实现这个延时作用 其实现在好多科技发明也是这么想出来的 也是千方百地想的主意想出来的 所以后来这个日军的很害怕 就说这个你别看这土拔路啊 这搞得地雷还是他们这些 当时日本的这些先进人物 所谓的一些高科技人才还研究不透的 所以名利 所以日军啊 所以对土拔路的地雷 不准 谁也不准轻举妄动 不准带回去 不准带回去 就地销毁 必须有 要么这个就地销毁 要么有专业的技术人才才能够挖这个地雷 所以这个日军呢 搞得是人心惶惶 当时这个创造性真多 你像我了解说这个电发火的地雷怎么做 我专门采访了个制作这个人 就当时呢就想 你看咱们这看电影 那个一按电力传过去了 但是带那个电雷管怎么做 当时他们就研究了很多发热办法 最后发现还是电灯的巫丝效果最好 用电灯炮的巫丝去引爆电雷管 但是电灯炮的巫丝焊接 当时就没有那个高级的焊枪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最后想到土办法 先把那个焊锡焊在那 焊锡切个口 把那个巫丝埋进去 压住 就不是用电焊的办法 还是土办法 还是土办法 就土洋结合 但是那时候根据你 想找到那么多巫丝恐怕也不容易 因为他都没电灯 我估计更多的还是土法的 比如说那个杨成功少将 他那个回忆录里面就提到 就最简单的是压发雷 就步兵走过去的时候 踩着了就爆炸 但是事实证明 这个效果不好 为什么呢 他一个踩到以后 他可能前面 第一你炸不中军官 因为军官肯定在后面 然后他一个人前面 肯定比如说有个监兵在前面 他踩着了以后面就不走了 他不如电发火准确 后来就发明拉雷 地雷战里面看到的 就一拉拉发雷 拉发雷 拉发雷就可以 拉发雷呢 就你前面过来 我不拉 一般部队行进过程 几个军官都在一起 你骑着马 等你过来以后 我就拉 而且这个拉也要讲究 如果这个拉的线太长 比如说超过20米 拉不动 因为太长了 拉不动 而且容易暴露 所以他必须在十几米左右 就要拉 这就对拉雷手 非常危险 拉雷手非常危险 比如说现在有观众提出来 说有人质疑说 你地雷战 你这个全是假的 为什么 说你埋在村口 鬼子半个月都不来一回 万一 那你不炸自己人了吗 实际上这个 我们根据地的居民 这个创造力无穷 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我基本上都用拉发雷 这样我平时我踩着也没关系 他不引爆 鬼子来了 我就赶紧过去了 一拉 不见鬼子不挂钱 不挂钱 不见鬼子不拉雷 这就出了效果 当时确实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当时 地雷战开始的开展早期 也曾经直现过 村民有误伤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毕竟到处买雷 当时没有这种严格的纪律 后来发生了村民误采的情况之后 然后我们军区 各个军区或者是说民民组织 制定了埋雷的纪律 每个民兵 你在哪里埋雷 你要标记好 然后到晚上了 没有了 你要把他抱回来 谁的雷 谁抱走 所以他有严格的埋雷的纪律 不是说我随便埋个雷 然后我就不管了 就包雷盗人 对 谁埋的谁负责 谁埋的谁负责 你比如说 有些书里描写说 只要一拉雷 整个鬼子跟伪军就蒙了 你就拉雷手就可以跑了 实际上不是这样 因为日本兵说实话 抗战中期以前 还是非常训练有素的 所以你一拉雷 他们一般的就地卧道 马上就 开枪 找拉雷手 你拉雷手 这个时候 因为拉雷手离鬼子兵 就实际上也要脱离险境 非常困难 所以他要和地形结合 要和地形结合 后来就想了办法 就是可能几个拉雷都配合起来 就前面就设一个 就设一个拉雷手 拉了就跑 不要去看 再去看战果了 然后鬼子就追 追的时候 后面还埋了第二道雷 来了再拉 这一下就蒙了 所以他有战术配合的 有战术配合的 不是胡拉一气的 所以当时 山东海洋 是吧 就是搞这个地雷战 搞得非常有名 山东海洋是地雷战的故先 虽然海洋民兵 并不是最早发明和使用地雷 但海洋的民兵 开展地雷战的名气最大 他们在实践中发明和制造了 数十种地雷 在抗二战争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 在八年抗战中 海洋民兵共作战两千余次 避伤伏敌一千五百余 缴获各种武器六百余件 涌现出现以上英雄模范五百多名 其中赵守福 于化虎和孙玉米三人 还荣获全国民兵英雄的光荣称号 地雷战基本上取材于 当时的山东海洋的地雷战的历史素材 战争年代 就是我军人民军队的一个特点 包括民兵在内 就是人民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特点 就非常善于总结经验 不像现在我们更多的说 我们就光总结优点了 那个时候比较多的重视 去总结经验和教训 对吧 比如说你这一次 为什么杀伤效果不太好 对吧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去改进地雷 提高杀伤效果 后来就有这种地雷 就是那种突发的那种弹射雷 因为地雷一炸 它还是有设计 还是有死角的 可能就是有些鬼子 就地一卧倒 就躲过弹片去了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民兵 就发明了这种弹射雷 就是那种土办法 一引爆以后 把那雷就弹出来 弹出来凌空爆炸呀 无死角 这下杀伤力就大了 所以当时俗称 天地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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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母雷 都有很多这样的地雷出现 这都是可以说是 人民群众的这种智慧 智慧 对 中国这个工兵是有些创造的 这个就是山东这些民兵 后来发展到这个 华东野战军就特别善于用这种 爆破这种手段 到解放战争 就华海战役说 用大汽油桶 发射急速炸药包 炸药包空抛出去 抛到敌人的阵地里 那个一爆炸 就成片的杀伤 威力特别大 你还弄不清它怎么飞过来的 一直到那个越南战争 咱们工兵过去支援 又发明了个320爆破法 也是就在那个土土地上 平地上 削一个土坡斜坡 弄个起包药 上面再放上急速炸药包 起包药一爆 把这个炸药包抛射出去几百米 能够炸敌人的机场 这都是很简单的工兵手段 但是那个效果特别好 那时候老说土八路土八路 土八路可想出的办法 养鬼子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都是从地雷战 这么发展出来的 所以土八路的地雷 对日本人来的威慑很大 所以日本人想了 各种各样的招来排领 你不要炸我 我肯定要排了 像这个店里面 有的是吧 用长杆子 慢慢敲 慢慢探 还有的是用 专业的工兵的进手探测器 都不行 后来想着怎么办呢 驱牛的方式 用这个前面赶 赶牛是糖尾 然后后面 牛尾巴上面拴一个铁砣 铁的衬砣 然后用这个 看着这个扫雷 用踩边踩边扫这样的模式 看来都各种各样的效果 都不太好 现在好多人 就是指引说你这个 因为正规的日军的战史里面 好像很少有记载 就是我们地雷 对他们造成了多大的杀伤 说你这个都是假的 实际上 近几年发现了 就当年清华日军的一些个别人 也写了回忆录 这个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 比如有一个日军的卫生兵 他就记载 有一次他们出去扫荡 一个大队去扫荡 结果呢 才到一枚地雷 就无人受伤 这个地雷受的伤 它跟刺刀 跟枪的贯通伤 当时不太一样的 它不规则的伤口 很难处理 就不得不派出两个小队 把受伤的日本兵 运回他们的后方 运回他们的据点 就因为这一枚地雷 对它整个战斗力影响 非常的大 地雷战坦率来说 它说如果说从 在抗日战争中杀敌的 总数量上来看 它的确不是占到 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数量 地雷战对敌人的威胁 但是还是非常大 这种威胁主要体现在 对心理上的这种威慑力 就是持致敌人的进攻 就是日卫军一看 到处有地雷 所以它这个进攻 它就显得非常犹豫 提心吊胆 提心吊胆 哪儿有一块新土 觉得这是土巴勒 埋的地雷 哪儿有一个土包 这是一个地雷 它到处都是草木皆兵 一旦人看见这草木皆兵 这个就人心惶惶 所以对这个人的战斗意志 对日美军的这种 这种这个士气的打击 士气打击非常大 所以道部决定在 都说地雷战到处是起决意 他到底杀伤了几万个 几千个敌人 而是在于 对他整个军队的士气 对他们的侵略的这个气 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所以它这个算是反侵略战争 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作战方式 是个利器 特别是对弱势一方 这是个利器 好像有一种说法 是穷人的原子弹 就是现在整个世界范围里 就对有反地雷运动 觉得这个对贫民杀伤太大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评价一种战术 做战样式兵器 要把它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去看 拿到现在 你可能好多地雷埋设的 可能非人道的 但当年我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 为了抵御外地的入侵 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侵略者 没办法的办法吗 如果它没有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我们在六十年代 也不会把它拍成一个军事教学片 这个教学片是要指导 当时的民兵展开对敌斗争的 这不是来虚的 这个教学片是起自于历史素材 同时要指导现实斗争的 由此可想而知 我们当时的历史上的 抗日战争期间的地雷战 确实是受到我们党的 高度的重视 也是充分的肯定 你巴一厂当年拍这个电影 这个都是按照总参的部署 都是到实地去考察的 你像我们那个编剧柳熙辉 他自己就是老八路 那个导演唐英奇和徐达 这都是参加过作战的 他们都是到当地 到记忆中 到山东 到各地去采访 按照现实生活拍的 不是凭空虚构的 有的这个创作者 本身就是地雷战的亲历者 对了对了 他们是打过仗的 拍的很真实 恰恰八一场 这个最接近实战的片子 最后观众最踊跃 票房实际上是最高的 当时没有票房 要按现在算 那票房是最高的 这当年的超级大片 这是 你想想拍了一部电影 到五十年以后 还有人给他拍长篇电视剧 还有人把它改编成动画片 还有人把它改编成电子游戏 你就说明他多有魅力 对对对 说到这个地雷战呢 不得不提另一部片子 我觉得这两部片子 可以称作是子内片 就是1965年 整整五十年前拍摄的 这个地道战 地道战也非常有意思 地道战这部电影 拍摄于1965年 讲的是抗尔战争中 日寇对我集中根据地 进行大扫荡 我根据地军民 为了抵御和打击日寇 想出了不少巧妙的办法 地道战便是其中之一 我抗尔军民利用 纵红交错的地道网络 便防御为进攻 用地道战这种作战样式 打击日本侵略者 这个地道战这个片子 也是八一场拍的 也是总参给的任务 这个地道战的 那个军事指导呢 也是工程兵这个副司令 这个王耀南将军 所以说这两个 可以说是姊妹片 当时影响非常大 这个地道战呢 实际上历史上就有 比如拿我过来说 春秋时期就有地道战 那时候地道战主要用来什么呢 跟我们现在这个 这部影片里面反映的不一样 那时候用了工程 因为冷兵器时代啊 要工程非常难 防御是有利的 那怎么办法呢 有什么办法呢 后来就想出个办法 掏地洞 掏地洞进去 所以那边呢 也想出了防御地道战的办法 两种办法 一个呢挖豪 我就怕你挖进来 我这横的先挖断 等你挖出来以后 漏头就打 这是一种 另一种呢 就是挖口井 里面呢放了陶罐 或者说水缸 可以听 蒙上那个瓶 蒙上那个瘦皮 比如牛皮 然后就听那个 你挖地道声音 听到了 知道你在挖地道 这个情节实际上 地道战里面不一样 也有嘛 腿子怕你们挖地道不一样 也买了一口缸嘛 所以这个还是很真实的 其实这个都是属于军事工程 你现在到宁夏 你都可以看见 宁夏的有一段明长城啊 它配备的有地道 就是囤兵是囤在地道里 然后作战的时候呢 这个兵可以直接从地道上长城 它就是实际上 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过去就有 你像中国这个抗战地道战 是发明在冀中 最近几年考古发现啊 就在河北 发现了大量的宋代的地道 河北熊县的有一片叫十八港 就是宋代的时候 那个杨六郎时期 为了防止这个金兵入侵的时候 挖了几十公里的地道 屯兵调兵 这个700多年前 这已经打过地道战了 这是平原地带 重要的防御措施 你无险可守吗 只有采取这种办法 所以在这个冀中地区 搞这个地道战 杨成武说 他是被逼出来的 没有办法 因为就是刚才说了 在冀中地区 在平原地带 无险可守 你要消灭敌人 你首先要保存自己 对 你怎么保存自己啊 你保存自己 要先躲起来 找个隐蔽物 要藏起来 你又不像在山区 你可以到山沟沟里面去藏 对 平原地区 我们的整个方法 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站 对 所以当时应该说的是解决了战略上的一个大难题 因为基础是平原 就是毛泽东刚提出这个时候 他明确提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站 又后来又补了一条 可以在湖泊地区搞游击站 当时就认为平原地区是不具备的一个条件 很难得 你没法生存嘛 但是居然创造了地道站 就解决了平原地区怎么搞游击站的问题 应该说这是个大发明 所以在平原地区搞地道站 它可以说是很有条件 但是为什么说在基中平原 它在宋朝时期都有呢 因为这个地方 它有天然的这样的好的这种 有力的这种地形条件 地质条件 地质条件 它土质比较好 比较松软 平原 它好挖 黄土 它是黄土 它是好挖 第二就是有基础 我们知道在这个北方 近代中国 北方年年都是军阀混战 战火不断 战火不断当时很多头匪 有些都是军阀 到处是烧杀抢掠 老百姓每年就是那么一点收成 就好不容易一辈子 一辈子攒下来一点家当 总的藏起来 怎么办呢 每家每户都会挖个地窖 挖个洞 所以那个时候家家户户 都有洞 都有窖 用来藏东西 还有家壁墙 搞这个家壁墙 所以我们看在北方 有很多这样的 这个老百姓里面 家里面都有这样的 就变成了藏身洞 对 藏身洞 所以另外呢就是 北方啊 人口还是多 人口相对比这个山区的人多 你挖地道 那不是你一个人挖的那行的 你需要大量的 青壮年 老年 所以大量的这种人口的存在 是 集中平原 它挖地道 这个老容量非常大了 你看我们每年参加植树节 挖一个大的树坑啊 这半天费老劲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 我觉得整个挖地道啊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 后来实现了这个村村通 对吧 家家通 挖地道 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 当时没有那个仪器 你挖的准不准 比如说 我要挖到那个郝老师家里去 结果挖出来一看 但是到了下郝老师家里了 甚至两家都不是 对吧 挖到牛圈里面去了 这个 这是应该是技术问题 也比较难解决的吧 对 应该说 咱们这个地道也是有个发展过程 听说 开始呢 叫蛤蟆墩 就是家家有菜窍 敌人一来了呢 就躲到这个蛤蟆墩里 后来发现 躲到这儿 只要被人家发现 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就开始 你们家的蛤蟆墩和我们家的串起来 它就一家一户的串 一家一户串 再串到村与村之间串 它是逐步什么试验 这么逐步发展起来的 也真不容易 原来是个体的行为 自发的 他后来呢 就是冀中军区啊 他也也进行了指导了 你像那个王耀南 他这个 后来当的工程兵副司令啊 他就专门去指导这个地道作战 王耀南是什么出身呢 他是当过安员的矿工 就原来就专业 人家专业人士 安员那个煤矿 当时是汉野平矿业公司 用的是德国技术 也就是说 世界上最先进的坑道技术 然后他参加了红军当了工兵 那在中央苏区还给毛主席打过防空洞 就是又用工兵的技术来指导 这个挖地道 就是用工兵的坑道技术来指导挖坑道 所以也不是完全土的 就是他已经把这个老百姓自我的防护行为 发展到一种军事行为 冀中地道站的分布范围大概北起北京南郊 西到河北省保定中部偏南 东到苍州以西 南方偏南 南至石家庄北部及航水中北部地区 面积大概以保定中东部为中心 方圆直径130公里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 冀中跟距离的抗战形势空前凝聚 地道站便在各个康尔村镇广泛展开 秦苑县染庄村的地道站 就是在这次扫荡中打出名的 日本人对这种地道站非常的疼疼 但是我觉得就是日本人呢 他也是在战争中不断地改进 他的这个这个侵略 侵略方式侵略手段 你看后来日本人就用毒气 用水罐烧火放烟 这个事情对当时呢 我们的这个地道站的战术 应该说提出了比较严峻的挑战 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敌人确实想了很多招 但是我党也搞了很多招 所以你不是有 所以最后对地道站 提出了很多要求 你我也不但升级 你升级了我也升级 所以做到就是这个武防 防水防火防蛙防灾防毒 每个地道都要做到这个武防 还有三通天通地通院通 所以它形成了一个 非常严密的一个 地下的地道网络 形成了一个地下长 它有很多技术专家在组织 有非常高明的挖坑道的这些专家 来组织挖地道 所以它非常科学 所以里面可以有隐蔽 还可以生活 所以它通风条件 可能生活条件都非常的好 所以能够做到长期的隐蔽 而且能够给敌人一巨大的伤伤 而且它是防打结合的 一个是保存自己 一个还有一些作战的 有个枪眼啊在哪儿出来 小时候我们看这一段就是最过瘾了 是吧 这个日本的过来 在那个磨盘底下 有个枪眼 磨盘底下 或者靠着墙 本来以为这个射击死角 结果身后一块砖捅开了 伸出一支枪来 一打一个指 它实际是构成了一个驻累阵地一样 坚固防御 坚固防御的驻累 它实际上是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 当时美军的观察组 也派人到冀中去考察 它实际上有两个战略任务 一个对日本进行战略侦察 像收集电情报 另一个要看看八路军的作战能力 看共产党的队伍 什么样的队伍 结果有一个叫多兰的一个美军军官 叫做基督 布鲁克多兰 布鲁克多兰 他是个美军的陆军上尉 他当时就去专门考察地道 结果他正在考察的时候 碰见日本军队进村扫荡 就赶紧钻地道 实际上日本人知道来了个外国人 人家想抓住一个美国人 这是多大的功劳 结果咱们那个地道口做的比较小 就防止日本人钻进来打 或者防止灌水 就中国人这个身材一钻就进去了 这个多兰钻了半天钻不进去 他一米八几的大口 他把整个行动辞职了 等到他塞进去以后 房东老大娘没进去 然后鬼子来了 就审问这个房东老大娘 地道口在哪 老大娘不说 鬼子把他的手指头都砍断了 砍掉一根手指头 问一遍 不说 再砍一个 这样砍了四个 还是不说 所以这个多兰以后 他特别佩服这个八路军全军群 这个军民联合抗战 这个杨成武回忆录写这段写的 对杨成武回忆录 李顿超的回忆录都谈到这个多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时啊 这个多兰去考察济中的时候啊 我们这边这个根据地啊 对他非常热情 因为根据地条件有限的 就专门派人到天津 去买烟 烧鸡 酒 盛情款待他 但多兰实际上当时一去的时候 还是有点看不起八路军的力量的 他到九分区 问那个军民区司令那个魏弘亮 说你多大年纪啊 魏弘亮说我二十八 他就吃了一斤 那么年轻啊 比他还小 然后就碰到 郝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故事了 日本人杀了一个大娘 日本人把那个大娘四个手指都砍断了 大娘不说 就在隔壁院子里呢 还抓住我们另外一个村民 日本人要说完呢 真是残暴 他就把那个铁锹啊 火力烧红了 活活把它烙死 那个村民也不招 因为他日本人想审问出来的时候 你递到哪里有 有口子可以通进去 他就死活不说 到死都没吐一个字 然后最后日本人没办法了 后来撤走以后 多大人出来又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九分区的司令 魏弘亮的这个妻子 抱了一个孩子 一边哭一边抱了孩子出来 怎么回事呢 就递到里面 他对孩子来说 他这个整个空气啊 氧气还是不够的 那孩子就哭 然后呢 魏弘亮的妻子就 怕这个孩子的哭声 被鬼子听到 就用自己的这个乳头啊 堵住那个孩子的嘴 鬼子走了 孩子也窒息死亡 所以这一点呢 对多兰正能非常的大 他也见识到了 这个整个季宗 那种村村通 家家通 整个地道的立体防御体系 感到非常清亮 更让他震惊的是 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 确实人民的力量 就开始这个国民党 他在重庆 他宣传说八路军 由而不及 在敌后没有什么力量 所以美国开始也不信 他就专门派人考察 多兰也来过 卡尔逊也来过 到八路军各个战线 考察了一番 他才发现 这个八路军军民 是真正在这抗战 而且这种战法 表面上看起来很普 但是非常有效 对 它就有用 其实党内开始对地道战 它也有不同的适应 这个地道战 敌人一来 我就跑 因为当时有人就说 这是逃跑主席 是吧 我今天来了 我们应该拿着 跟他 跟他这是个硬干 大不了 都是我们同归于尽 所以一开始 对这个地道战 有很多样的 这种各种各样的说法 说不能够挖地道 所以当时 进去开始搞了这个地道 后来有了这样的思想 所以有个县 就把这个地道 挖好地道 给它毁掉 但是在1941年春天 河北的泥县 领导人 他们当时正在开会 一下子 被敌人给包围了 包围了之后 在平原 没有地方跑 也没有地方躲 所以这个县机关 损失惨重 这个损失惨重之后 然后同时 另外一个 现在的 另外的一个大队 用地道战 的方式来 不仅仅 自己身子下来 而且打击了敌人 这个两 就正反 两方面的一比较 大家觉得 这个地道战 这个作用很大 当时 集中经济的政委 陈子华 就亲自到这个县区 蹲点 调研 就是我们党 当时非常重视 这个实际 到底这个地道战 怎么样 所以后来 回去调研之后 就写了一个 关于地道战的报告 说这个地道战 是个好东西 要大力的推广 所以地道战 后来才 在这个 集中平原 普及开来 从1943年开始 集中平原地道战 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在集中平原 和济南一些地 逐渐形成了 防联防 接连接 村联村的地道网 形成了 内外联防 互相配合 打击敌人的阵地 地道战开始后 日寇也曾费减心机 采用寻找洞口 和放火 放水 放毒等办法 进行破坏 但是 集中军民不断 赶进地道 使其更加的平善 卫视敌人 不易发现洞口 除了对群众 进行必要的 保密教育外 还把洞口 巧妙地隐蔽前 用墙壁 锅台 水井 土炕做掩护 卫视敌人 不敢进入洞内 在洞口 还修筑陷阱 埋设地雷 插上尖帮 或者在洞内 挖掘纵横交错的棋盘 为了防止 敌人用水 火毒 破坏地道 还在洞内 设有塔口 翻板 和防毒防水门 或者将地道 挖得忽高忽低 忽粗忽细 并且设有 直通村外的突围口 这样 地道 变成了静可攻 防可守 退可守的地下堡垒 地道战 是集中庭园 军民抗战的 伟大创举 这个地道战 这个地道战 这个不光是 抗日战争起作用 后来这个 用攻势作战 这个后来也有发展 到解放战争的时候 包围尖程 打不下来的时候 就采用 一个是采用 坑道爆破 一个是采用 挖战壕来 接近敌人的阵地 到最后到 抗美援潮 发展到 上干岭 那个坑道作战 那个现在 在世界战史上 都是一种 很有 有卓有成效的 一种防御方式了 您的意思说 那些作战方式 实际上都是 地道战的升级版 对啊 就是升级版 一直到升级到 这个 后来 你就后来 挖的地铁 这种防御工程 你包括现在 重要的指挥部 重要的核导弹 不都得藏在地下吗 北京是当年 挖地铁啊 开挖地铁啊 就是为了战备的目的 那个地铁的总指挥 是周恩来总理 副总指挥 就是那个 王耀南 就是那个 安援矿工 打过地道的那个人 这个 这个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逐步 他从比较土的 那个作战方式 一直发展到成 一个现代化的东西 一直到现在 这个坑道作业 都是 都是很重要的 一个防御方式 所以从地道战 中发展起来的 我就那个作战能力很强 就是我们军的 挖地道 挖地道 挖战好 挖交通好 这个能力相当强 所以你到了 简单战期间 是吧 我们人民解放军 这个挖战好 这个能力非常强 在怀里战役 是吧 碾庄 打不下来 一次打不下来 怎么办 马上 挖战好 挖战好 围着这个 碾庄挖战好 挖了一层又一层 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他都没法防 他都没办法 这可以说是 也是地道战的一个 在解放战争的 一个升级版 是吧 那么有了这个地道战 作为这样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的这种工兵的能力 我们每一个解放军战士挖地道的能力 挖战壕的能力 要远远胜个对手 当然我们想一想 如果地道战和地雷战结合起来 那就更加不得了 那严重商家就回忆过 后来就 在他们根据地 就把地道战和地雷战 给它结合起来 鬼子不要来探测你的 这个地道口吗 就在地道口 埋上地雷 看着要被发现了 一拉雷引爆 这样把鬼子也炸死 然后把地道口给炸塌了 炸塌的墙都会堵住了 你就找不到了 我们那边还有其他出口 所以这里面 我觉得决定作用的 还是人的创造力 我记得徐帅讲过一句话 就平原地区怎么打游击战呢 平原无山 但徐帅提出一个概念 叫人山 人民群众 就是我们打游击的高山 改造地形 用我们的智慧 用人民群众的支持 造出一座一座 在平原上 入军无法逾越的高山 大赢我们的战争